努力11月半随着射手座生月比水平座的讯息是非常之简单 但有时也是因为越简单才是越有力的 那就提你了 千万要小心落极心悲 就算不是因为你落极都很容易会出意外 不要太过自信而莫视危险 这个是塔罗牌简绝非常清晰的一个message 我亦都去看升盘 就发觉首先为什么会说你很容易自信而得意忘形呢 木星是在射手 对你来说是叫一个先天的house of joy 是一个喜乐功 然后你的古典主星土星亦都是得适入庙 所以这些已经会造成你做的容易盲目 但是你的现代主星是逆行着的 在金牛座的四弓 他就刚好在这个新月就被入庙天杰座的火星强而有力的 非常之得勢就刚好在那里打对台 打对台到塌塌塌 加上因为今次日月双合 即是新月在十一公是无上的 就会令到你很容易忽视周围的一些danger 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真是麻烦你小心点 一些和水有关的意外 还有一些由上而下跌下来的东西 即是无论是你自己滚下楼梯 或者你被天上跌下来的花盆打中 还有我刚刚说过水险 一些跌下来的东西 特别是一些热的东西 所以就算是居家意外 都可以关系 就是被一些热水、热汤、热粥淋到 因为他尤其是会说是居家的环境 尤其是一些你觉得很熟悉的地方 所以才会更加容易去轻视危险性 但是如果是香港人的话 放入香港社会 这是我们的家园 可能大家都知道 最近黑警、暴力 会由天上写TG TG这些都是热的东西 或者任何子弹 我忽然会有这样的联想 所以请大家真的要晚分小心